确实我们会看到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中美之间本来是作为压仓时的经贸关系 出现了一些波折 那么大家也都看得非常清楚 责任在美国一方 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之间的经贸的合作 采取了一种刻意进行污名化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认为中美之间的合作是游损美国的国家利益 包括美国的安全利益 所以大家观察到的是 从2018年以来 美国频频挥舞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 对中国加征关税 那么进入到今年的大选年之后 美国对华的经贸政策中的一种总体的负面动向 是我们所说的国家安全化 也就是说美国把所谓的国家安全的问题 作为一个标签 肆意地贴在中美之间合作的各个领域 包括我们的企业和个人身上 这样的一种做法 从这种手段上来看 可以说并不是美国的一种新的花样 而是就有的一些手段的翻新 直到今年的6月份开始 美国才开始以国家安全为名 肆意地连接中国企业与中国军方之间的关系 以这种企业控制和影响企业 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借口 来对中国企业肆意地进行打压 那么另外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动向中 也可以看出美国所谓的这种国家安全化 其实一方面的反映出美国在这种经贸合作的方面 有更多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同时也反映出的是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中 有很多的这种不自信 甚至有一些这种惶恐的情绪 也就是说在美国看来 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 美国想要打压中国的发展 总是达不到自己此前预设的目标 尤其对于这个军民融合等一系列的领域 美国更多的是渲染这种威胁 来伺机制造更多的障碍 希望能够达到牵制和遏制中国的目的 所以在这一系列的国家安全化的借口的背后 我们可以看到美方的意图 但是大家也会看到 美国的这一系列的动向 首先从根本来说 不可能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标 而另外这一系列的动向 其实给美国自身的企业 也造成了很多的影响 那么在今年的大选的过程中 为什么特朗普在一些 他此前已经获得了支持的 比如说铁锈带 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 就是他此前乱挥经贸的大棒 对中美关系造成了更多的影响 进而影响到了美国企业的利益 所以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反弹 造成他选票的流失 所以现在可能很多的美国政客 包括即将离任的特朗普 都应该仔细地想想 一系列的打压中美关系动向的 这样的这种动作的背后 是不是真正符合美国的利益 符合中美关系的长期的发展 符合互利共赢的 这种世界发展的总体的态势 那么如果想清楚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会看到 此前美方的很多的做法 完全是无理的 同样的也是两败俱伤的